11月27日,高以祥在录制节目时意外促使,仅35岁便与美好的世界告别,在杭州殡仪馆存放5天后,高以祥的遗体在12月2日顺利返回台湾,家人在台北第一殡仪馆对面的金宝轩智桑,这几天陆续有圈中艺人朋友,现身殡仪馆致哀,众人对他的离世纷纷为之痛心, 12月10日,王力宏低调现身金宝轩,她戴着墨镜和帽子难掩一脸的哀伤,在工作人员陪同下,王力宏一言不发匆匆步入灵堂,金宝轩在12月6日开放调宴之后,已表示不再对外公开,此前台媒主持人徐乃琳曾指申前往灵堂调宴,却被拒之门外,目前金宝轩似乎又重新开放, 但也仅限于高以翔的亲朋好友,不过,自高以翔摄龄以来,一直就有粉丝和记者在门口守候,有些粉丝固然知道不可能进入灵堂,但他们仍然希望陪高以翔走完人生最后一程, 经纪公司为了不让粉丝失望,表示可以以折千纸贺的方式,表达对高以翔的祝福和思念,结果到了12月9日晚上,公司又暂停接收千纸贺的工作,因为仅三天的时间,就有超过5000个包裹寄到,千纸贺的数量也快要10万指。 王力宏这天低调现身,进入灵堂前并没有接受采访,但据台媒报道指出, 王力宏和高以翔曾合作电影《古剑奇谈之刘月昭明》,两人私交一直不错,后来还一同担任陈建州的伴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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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